今天聊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群体 一代半的华人 其实是最惨或者说是最艰难的一代华人 为什么 就是我所谓的一代半的华人是什么人 先给大家给一个笼统的概念 所谓一代半的华人就像张次龄这样 就是你不是在这儿的第一代打拼者 你也不是在这儿第二代 在这儿出生的土生土长的 美国生美国长的 华裔 你只是你在中国出生 并在中国长大 或者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 你来到了美国 你确实没有吃过父母的苦 也或许是跟父母一起吃苦了 但是最终呢 你还是在18岁以前到了美国 对吧 到了美国以后呢 你也接受过教育 然后呢 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因为这个团体呢 其实大家接触的不太多 但是其实这个团体呢 是华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 那通常我们来说呢 这个在华人社会中取得最高成就的华人 几乎都是一代半华人 然后呢 其实这一代人呢 也有自己的一种伤痛 或者有自己的一种遗憾在里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不中啊 阳不阳啊 两边的文化啊 你要么选一边 你要么选择两边都兼容 但是其实这个非常难啊 你比如说我吧 从中国上到初二 上完以后来美国 我就发现我身边同学都是这样 要么小学来的 要么中学来的 要么高中来的 反正几乎都是大学以前来的 都不是留学生啊 都是父母在这啊 而且呢 他们还不是像那种啊 小学初中高中来的那种 国内的小留学生一样都不一样 我们都是父母在这 就直接在这生活了就过来了 但是这一代人呢 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这样 就是你选择 你到底是坚守住你的这个中国本来的文化 还是你选择啊 接受美国文化的童话 你比如说我吧 就属于不太被美国文化童话的 虽然说我现在生活在一个纯美国地区啊 周边几乎就没什么中国人啊 但是呢 其实呢 大家看我的谈吐啊 我说话的方式啊啊 其实被跟被美国化的并不多 虽然说有很多朋友经常说 这个胖子还是被美国洗脑了 还是去美国时间太长了 那不是我被美国洗脑了 我要是我说了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观点 所以说你认为我被美国洗脑了 那个本质上是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对吧 那跟美国被洗脑什么玩意 那那那没一毛钱关系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的大量同学那样 其实他们是最终选择了啊 被美国同化 就是他们保留了一部分咱们中国人的东西 比如说跟父母之间的那个孝道啊 可能还保留下来了啊 比如说生活之间的那种习惯啊 还保留下来了 但是他们的生活呢 几乎就是彻底的这个第二代华裔化了 或者美国化了 因为第一代华人啊 他们是不可能同化的 第一代华人你取得了再高的成就 你也就是个中国人 那第二代华人呢 你是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被中国化的啊 因为第二代华人呢 你出生在这长在这 你身边的生活环境也这样 但是一代半华人呢 其实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毕竟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啊 那你身边的同学是那个样子 对吧 而且呢你在生活中面临着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代人没有选择权 那第一代老华人的他未必能融入美国 但是他们有选择权 但是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的这个都是父母铺好的路 你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张次丁大家就知道 我是被迫来的美国 大家都知道啊 包括后来移民啊 拿美国的身份啊 都是被迫的 其实其实我并不愿意啊 不愿意 就是因为这个是实话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在18岁以前是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跟选择权 这个我都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 我老公说去哪儿过暑假啊 不是不是不过暑假 过寒假 然后就框来了 框来以后我妈就给我耍赖皮啊 但是但是这个我并不觉得啊 有什么后悔的啊 因为我个人认为啊 你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 就是你把命运掌握在你手里 可能咱们开局一张牌打的并不好啊 我没有选择对吧 被父母硬扔到了这么一个天天枪击的地方 但是哎 我选择的是在这活下去 对不对 在这混出来啊 是吧 哎 那比如说我不喜欢这儿 那我就回国嘛 对不对 我在回国呢 我也是哎 在国内我能活下去 我能自己呢 哎 为这个社会的建设添专家伙 我能自己养活起自己 自己不给啊 两边任何一边的社会里当拖累 哎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对吧 很多朋友经常说的是 喜欢怨天游人 对吧 哎 我找不着媳妇 我也怨别人啊 我找不着这个工作 我也怨别人啊 我这个啊 过得不好 我也怨别人 我买不起房 我也怨别人啊 我父母给我的这个出身不够高 我也怨别人 其实吧 大家都一样 都没有选择权 只能说是你到了一个环境下 你如果改变不了别人 你就只能改变你自己啊 我是属于特别随遇而安的一个人 嗯 对吧 哎 就比如说我到了这儿 我没得选择了 那我自己就变了 对吧 哎 那我自己就选择主动去融入这个社会呗 对吧 啊 包括我可能选择更进一步 比如说 那我就不想在纽约那种啊 半中半阳的地方呆了 我就可能直接跑到一个纯美国地区 但即使我到了纯美国地区 我也不选择被童话 我只是更喜欢这儿的生活环境啊 华人多的地方开卷啊 尤其是现在咱们中国这个这个移民越来越来越多啊 现在连据说像丁胖的广场这样的地方啊 现在连这个法拉盛这样的地方 大量的都是等着找工作找不着的 因为他们没身份啊 很多工作他不能干啊 你知道吧 哎 所以说也造成他们的局处 但美国正式工作 现在就一直在招人招都招不满 但是像没工作没身份呢 确实对他们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局限性啊 包括啊 语言啊什么的 确实都会成为一种障碍 所以说啊 一代半华人呢 其实就是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 我们在就是接触教育的过程中 被强行的一刀劈开了 一卡两面 那么你在中国呢 你是有老师同学的 你在美国呢 你也有老师同学啊 你也有一套自己的哥们 我现在就是 我在美国这边啊 有一套跟我一样一代半的 华人的这个哥们啊 而且都是以前我们啊 中学啊高中啊这些的同学啊 包括后来上再上 往上啊有些是大学啊 是吧 什么时候的这些同学 但是啊 你在国内呢 也一样 你在国内呢 也有一部分啊 这些就是小学啊 初一初二啊 这些哥们 哎 还都特别有意思 跟我都是一辈子的哥们 是吧 哎 就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是我去找他们借钱 都会借我 但是通常呢 都会把我损一顿 然后啊 很不情愿的把钱借了我 然后还打个电话 问你这钱够不够啊 一般都是这种朋友啊 我才会留下来 所以说我的朋友不多 但哥哥都比较铁啊 但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 这么一种现象没有 就是 你不论是在哪边啊 就是说你所面临的这种情况 其实吧啊 你是被 都是不连贯的 你明白吧 比如说我跟这边的朋友 关系再好 他也不是 从小穿一条裤子的那种关系 我跟国内的朋友关系再好 虽然说从小穿一条裤子 但也不是像后来那种 大家一块长大的关系 因为我都是到中间的一半 就被砍掉了 失去了 所以说一代半的华人 他就剩一个东西 就是努力的出人头地 就是你看 现在包括现在 咱们现在在中国 在这边生物学界 最著名的那个天才张峰 他也是十岁 跟父母来了美国嘛 对吧 生物学界的那个张峰 包括这个很多啊 大家可以看看 包括现在 多大时的这些创始人啊 包括这个 各种的这种 华人在这边 取得成就的这些工程师啊 有很多是留学生 但是大量的 其实是一代半的华人 你可能按照这个比例 一代半华人 成才率是非常高的 即使这帮人 在美国 他可能有些就混 道上混 他去搞社会 那都特别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 中西方兼收 但是呢 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美国人 也不完全 把你当自己人 中国人 也不完全 把你当自己人 因为你的接受的教育呢 你跟老华人 还不一样 老华人呢 他的认同 其实他就是个中国人 虽然说他生活在美国 但是呢 一代半的华人则不一样 一代半的华人是 两边也都不把你当自己人 但两边还都跟你有情分 这个其实是 在生活中 特别难解决的 一个事啊 但是 所以就说 这种文化的冲击啊 我可能说到这 朋友们都感受不到 任何的文化的冲击 那是因为 你没有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的这个环境下生活过 或者是有些朋友他大学才来 你也感受不到那种两种文化的冲击 但你像我们这种上中学来的 或者有些朋友上小学来的啊 或者有些朋友上高中来的 这种两种文化的对冲就非常的大 因为在大学你已经属于一个半独立的状态了 大学你已经啊 而且你留学几乎就是家里给你钱 而我们所面临的生活 这对我们小学初中高中来说 就是融入美国人的一种生活的这个体验 就是真正的生活啊 是吧 我们每天要放学回家啊 还要面临着这个逃课 而且逃课的方式都变了 你知道吧 上课的方式也都变了 就整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 而且我们还不像大学生年纪那么大啊 你的适应能力已经变得更强了 这个也不是 所以说啊 讲一下一代半的华人吧 对于一代半的华人来讲 虽然说他们成才率更高啊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来讲呢 其实啊 所面临的这种文化的 给你心理上带来的这种煎熬啊 其实是更重的 人甚至是啊 完全的这个啊 美化啊 但是他其实你仔细看 他也完全变不成第二代华人的呀 就是你土生土长 就完全是个美国人 做不到 英文再好也做不到啊 但是呢 有些的人呢 他也完全做不到 像现在国内的中国人的呀 我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中国人啊 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不对 我经常 你看大家经常说的梗 我都知道啊 就像你们说我 那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你看我这个表情 一看就是个中国人的表情 对不对 美国人身上 就不会有我这种 似笑非笑 就像你们说的啊 这种阴阴阳阳阳的表情 他们就不会有 你看我的表情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 所以说啊 这个一代半华人 你不论怎么选择啊 还是说面临两种文化冲击 还是比较难受的 行吧 这期呢 就跟大家吐槽一下 唠唠嗑 说说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回事啊 行 以后如果有机会 再跟大家聊吧 这期聊点 大家拜拜 拜拜